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进入今天的微课 这节课上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When there is a wide gap between your students 当发现学生之间相差较大,怎么办? 这里我们套用了伦敦地铁那句经典的广播 Mind the gap What would you do when you find the gap between your students is wide?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这个差异 它有可能指的是年龄 有可能指的是能力 像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这样问 How can you unfold your teaching When your students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当你的学生是处于不同的水平 处于不同的级别 你怎么展开教学 在语言教学当中啊 有时会遇到学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有时候年龄或者能力跨度会很大 尤其是在国外中小学的教育当中 中文不是主课 或者说展开中文俱乐部 开设社区中文班 像这种年龄和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 就时有发生了 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第一个 A gap is a gap 差异就在那摆着 差异就是差异 否认不了 因此我们只能相应的提供 差异化的教学 但是这是被动的应对 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去主动的解决 所以第二 我们要主动的去解决 我们要知道 the gap can be narrowed or bridged 差异可以缩小 桥梁可以搭起来 好 那我们稍微展开一下 我们把它分成这么五个小点 差异化的教学 并不是说你给学生提供不一样的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私下的自己心里知道就好 我们应该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组 按他们的水平 或者按他们的年龄等等 把它分成不同的组 但是我们一没有必要 二老师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 去做到给不一样的组 不一样的学生提供不一样的教学内容 这样非常不现实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大致一样的教学内容 但是 但是 针对不同的群体 我们可以设定 we can set different learning objectives 对不同的群体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然后 我们布置不同的任务 give different tasks 有难易之分 有适合不同年龄段之分 我们就给他们提供那么两三个选项就好 在精力允许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准备一些不同的材料 我们如何缩小差异建立起桥梁 我们可以从这两点去考虑 第一个我们可以给能力较差的学生给他们补课 让他们尽快的缩小差距 第二个我们也应该鼓励不同水平之间的学生 多多的交流 取长补短 而且让他们感觉到 我们虽然目前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班 我们是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 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这个在国外尤其重要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在设定教学目标的时候 就体现出differentiation 因人而异 或者说因才失教 这个不管你的学员水平之间差异大还是不大 我们都建议在设定教学目标的时候 设这么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all the students 所有的学生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basic 针对most students 绝大多数的学生 也就是我们要再给他设定一个高一点的要求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平均水平 是一个average水平 但是任何一个班都会有学能相对更高的学生 如果我们只是以低要求或者中要求去要求他们 他们肯定是那种吃不饱无法成长的状态 所以必须还要给他们设定再高一层的要求 which is more challenging which is more challenging 是更有挑战性的 是为了让他们更快更好的成长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这里是英国一个中学的教案 一个模板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要求老师们是要设定三个层次的目标 而且在产出方面也应该体现出这三个层次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这一节课讲的是occupations 讲的是职业或者是工作 那我们在设定learning objectives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注意 如果我们写learning objectives 我们最好是写成用动兵短语来描述 因为动兵短语体现出的是让学生做什么 好 All the students 举个例子 to know five words on occupations 所有的学生最低的要求 你要知道五个跟职业有关的生词 好 平均水平 Most students should use sentences 注意我们要求的是要用句子 因为交流当中句子是最小的单位 一定要让学生养成一个说完整句子的习惯 use sentences to tell what they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以后我想从事什么职业 那么对于学能更高的学生呢 我们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for some students they should give a reason as well 不光要说自己以后想做什么 还要给一个原因 为什么 我要我想成为画家 成为摄影师等等 好 那useful expressions 我们可以刚才提到的 differentiation 因才失教 因人而异 这个介绍孔子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 另外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catch up 赶上或者说补课 给他们一个catch up lesson 好 下面我们就可以根据 因人而异和缩小差异 这两个维度来组织我们的语言 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 off the record 私下 就是不记录 心里知道就好 off the record I believe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if I could divide the class into som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 私下 或者说我在心里面 把他们把整个班 分成不同的组 进行差异化的教学 具体的说呢 I will set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each of my lessons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三个不同的级别 so all of my students can achieve their goals and get better 这样做的目的是 哪怕是教同样的内容 不同学能的 不同水平的学生 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且会越来越好 我们不跟别人比 我们不鼓励学生之间的竞争 我们不鼓励过分的竞争 我们更多的需要 让学生跟以前的自己去比 然后呢 if I have to do it 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 那我只能这样做了 I will give different tasks or even different learning materials to my students 给他们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学习材料 however 我们要讲求方法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if I didn't tell them they are different 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更好 如果我不告诉他们 你们不一样 but just provide them with some options 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些选择 比如说 你这里有这么三个不同的任务 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so some sensitive students wouldn't be upset 不排除有的学生会很敏感啊 如果你直接告诉他们啊 你不一样 你的你目前能力 还达不到 你只能做这种 稍微简单一点的任务 他可能心里面 可能自尊心 受到伤害 伤自尊了 wouldn't be upset 下一个我们就要 主动的去缩小差异 搭建桥梁 I'm so convinced 我确信 that the gap should be narrowed or bridged 这个差异 应该要缩小 桥梁应该要搭起来 therefore I'll encourage students of lower ability to catch up with others 所以我会鼓励 学能较差的学生 注意是较差 不是说他们差 他们低 是较差或者较低 to catch up with others 要赶快赶上 跟上大家的步法 if some catch up lessons are necessary 如果有必要补课 不是我想补 想补就能补 I can ask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for permissi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不是老师想补课 在国外 不是老师想补课 就可以补 一定要经过学校 和家长的同意 除了缩小差距 还可以建立桥梁 我还会鼓励做不同事情的学生 多多交流 so they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 and have a feeling and have a feeling that they are in the same class 而且他们就会 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是一个班的学生 我们是一个集体 不要搞小圈子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只能是 简单的回顾一下 如果学生之间水平差异较大 第一个差异存在 我们必须根据差异 做差异化的教学 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提供不同的教学任务 但是差异还应该 我们还应该去主动的缩小 搭建起桥梁 所以补课就可以鼓励 而且也鼓励 不同水平之间的学生 多多交流 好 关于一个班 水平年龄差异较大的 学生 针对他们教学如何开展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